刚刚这一个两个星期就是国际赛期 所以国大联赛就要让路了 当然现在已经结束了 到这个星期又再回来了 这四大联赛和常规的就继续有了 虽然说国大联赛要让路给国际赛 但又不是完全没有新闻的 特别是英超那边 大家都知道了 老实说就算没有Bottet 也有很多新闻的 英超除了是最好 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联赛 最多人看的联赛 除了关于好的方面 当然有坏事的时间也特别多人注意 例如那些球证 即是VAR球证也好 接着哪个球员有什么是是非非 也好 哪个球员也好 涂色丑闻也好 不错了 也都告诉你 记住 你现在知名度高 揹着英超两个字 所有人都好 真的不要走差踏错 否则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没得说的 你整个联赛 最近 刚刚在几天前 即是上个星期 这个星期 也可以说 这个星期 英超开会 有个会的 他们开会 因为有个议案 就要投票通过 就要寻求 什么呢 就是关于 这个禁令 就有一弹禁令 就用了紧急法 说得很害怕 听到紧急法 各位香港人 听到紧急法 这三个字 嘩 你立即 哎呀 什么事 什么事 香港人都试过 这些经历过 特别近年 好了 英超有什么紧急法 就说 原来有些英超球会 甚至乎英超赛会 第二 有一条紧急法 就是 关系户借用禁令 何谓关系户借用禁令 就是说 一队球里面 不可以在同一个老闆 或者在同一个集团里面的球队借用禁令 哪怕那个集团 那队拥有那队球 那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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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队球也不可以 那队球也不可以 哇 说到这样 那为什么呢 一会儿就会说 原因就是 最终 要投票 当时大家都很罪悦 还说 因为针对一队球 那大家最初的新闻 还说 哇 这次你还不死 最有钱 由王入主 之前看了很多新闻 还说 这次分分钟十九队一 十九队一 其实最简单的了 英超这些议案的投票 很简单 只要有十四队球 投赚成票 这样就通过了 即是说 要有超过三分二的票数 就可以了 即是说 你只要抽到十四 不用十九 十四 但是最终的结果出来 哎呦 十三比七 十三票赞成 看看是否十三票 总之是 总之有八票 八票就是什么 再说一下 一二三四 五六 六 八票 八票就是十二对八 sorry 不是十三票 十二对八 哎呀 刚刚过不了三分二 十二票赞成 八对反 八票反对 所以通过不了 这议案 哎呦 什么搞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那阵经销球队 这么多队 又去了不死 在那阵球队 又继续 那阵球队 可以跟他老闆 的球队 慢慢借人 就可以慢慢选 就这样 賽頭不是說大家目標一致嗎?為何會這樣呢? 究竟哪一隊做了甚麼呢?哪一隊反對呢? 我們儘管看看 有些人仍然覺得很猶豫,應該贊成嗎? 為甚麼呢?為何當初會有這件事出來呢? 我們看看吧 開始之前呼籲大家入到朋友,麻煩訂閱和分享這條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也訂閱和分享出去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完喜歡的話,麻煩幫忙按LIKE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正所謂瘋了,做齊了它,新加YT推播機率了 還會繼續有六播節目 亦會有直播節目 直播節目的玩樂,每個星期的星期 只要有如無意外,即是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都會開Live 今個月會繼續以英超為主 當然也是週中歐聯,至少會開一晚 都是那句,無論是錄播節目下面留言 也好,還是直播節目 即是想進來和我或是一群網友 一起聊聊天,聊聊聊天 交流一下意見也好 講到波警道,疑禮相道互相尊重 最簡單的,這些東西是沒有規矩 還要追蹤Patrick Law的IG 因為所有資訊、新節目 何時可以Live,都會在IG上發帖 OK,Thank you,Thank you 好了,說到這件事 緊急發,這麼厲害,甚麼事 當然,這段波音,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紐卡素,因為今季紐卡素 狀態是比較飄忽一點 聯賽那些相對地 因為他們有多條戰線 聯賽之前也有點起伏不定 上兩個星期就贏了阿仙奴 但到歐聯又輸了給多蒙特 現在在歐聯隨時會出局 歐巴也未必能打到 最主要是怎樣起伏不定 因為開季之後,雙兵問題有不少 首先,雙兵是甚麼呢? 那些重災區,即博文 伊薩克、哈菲班尼斯 這些一眾主力,相繼都受傷 最嚴重是停賽 停賽還要不是一兩場,而不是幾場 而是幾個月 東拿利這件事 東拿利賭球 因為被揭發賭球 在踢伊甲的時候被揭發賭球 最終被判罰停賽 停止10個月 即是到明年的8月才可以 8月尾才可以復出 那這段時間你不用遇到東拿利 即是提要收列了 來了沒多久就馬上有 轉過頭,差不多收列了 那麼快就 然後還有現在是球季才到11月 至少到5月的時間 還有大半年的時間 那怎麼下去呢? 中場的位置 即是沙地財團 即是由往入主之後 真是平地一星雷 所謂平地一星雷 真是今時不同往日 過往的沙 即紐卡蘇在那條死肥佬 即是艾雪莉的威嚇 大家都知道 永遠就被沙地財團 主力打起了 叫做買得起錢的話 就高價賣出去 接著沙地財團 就很少會買些什麼人回來 就算買都是平價買些次等貨 要不就免簽 免簽 或者嬉嬉嬉嬉嬉嬉 就算了 彈球可以繼續 留在英超已經很好 不需要欠好成績 請領隊去報老事 炒肥斌就要報老事 最後紐卡蘇已經忍了很多年 已經超過十年了 在十多年之後 終於可以趕走他 沙地財團入主 一若成為了全英超最有錢的球會 比萬成更多 當時大家覺得 真的 這對紐卡蘇不得了 當時一有傳說 沙地要收購他們 未直落實 大家已經在組織陣容 幫紐卡蘇 找些什麼名稅 還有爸爸 哥迪奧拿教 還有麥總 夏蘭 大哥 斯朗 甚至乎 尼曼 有美銷傳過 神經病 那些 這些球員 全部會來的 全部會來的 說到這樣 這麼厲害 好了 21年的大約十月 收購了 收購了之後 但是 紐卡蘇的管理 又不是想像中 那麼大小的錢 雖然他們也花了不少錢 但是他們的錢 就不是說集中 扔一億出來買一個球員 那些不是 那些錢 真的哪個位需要 他們就買什麼球員 起碼先收拾房子 可能扔一億出來 但起碼買了三四件 就去收拾房子 再扔多少錢 就買一兩個中場 有級數的中場 或者中前場球員 起碼這樣 再第二 他們花的錢 反而是去 製造訓練場的設施 清分的方面 等等等等 以及收拾球場等等等等 這些 起碼被人感覺 這對球是踏實的 不是亂來的 不是有錢就身癢 亂來的 那些 好了 但是 正如你現在這樣 成績 拿到好的成績 上季特別 終於拿到前四位 終於可以重返 真的闊別了二十年的歐聯賽場 亦可以說其中一個短期的小目標已經完成了 到了 沒有完成 但到了 幾條戰線 一定要增兵 今季也有增兵 東拿里的人來到 怎料 很醜不需要東拿里 原來是職業賭徒 病態賭徒 還是職業賭徒 不知你 怎料 還要被人 最准的是什麼 你賭得來 還要被人知道了 結化了之後 要停賽 好了 停賽 沒有人用的 紐加素 好 最後 這就是要增兵 為何紐加素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麼有錢 買就行了 隨便出價買 記住 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英超 有一件事叫 FFP 是吧 愛華隊剛剛領了東西 就是扣了分 FFP其實紐加素 也有點財團 雖然說他們有財團入主 但是因為過往多貴 紐加素 即是他們的收入與支出 也不是太承證 特別 他們的收入先 他買的球員有多少個 即是買到值錢 是不是 即是近年這三季來說 如果某某然敢出重金 去買球員回來的話 FFP隨時爆煲 罰錢是少 罰扣分是大 所以他們就不敢立丸 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他們這麼踏實 因為看著數目也要 好了 即是現在季中來到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預算之前的 不容許他們要買 因為現在為止 稍為有級數的球員 動輒都起碼 六七千萬 隨時少也有四五千 四五千 這樣數目突然多四五千 支出 也不是辦法 那收入如何拿回來呢 那不如借吧 借不怕 最多給人工 人工 有限 甚至找本身的球員 分享 借是甚麼呢 找回沙地的借 但是為何大家會有這麼大反應呢 就是因為 其實 紐卡素的老闆 就是一個油王 沙地的王子 油王 同時間那個集團 應該這麼說 紐卡素 最大的股東一定是 油王集團 PIF 就是那個 體育發展基金 而這件事 同時間 這個體育發展基金 擁有四支 沙地的知名球隊 包括 希拉爾 艾納斯 伊提哈德 以及艾亞里 這四支 大家看到 今夏天不斷 不斷貨重金 周圍收購球員 就是 賓斯馬 魯賓尼維斯 基斯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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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這些球員 高烈巴利 幫車仔 接不少货 好了 這幾隊 正正就是 這個油王 PIF 基金是所擁有的 好了 大家看到 紐卡素 叫做業權分寶 就是他們的球員 其實你看到 沙地那邊 Public Investment Fund 佔了八成 八成 即是大老闆 大老闆 然後他們想想 大老闆也擁有四支沙地球隊 難怪 難怪 難怪一群英超球隊 他們是這麼反感的 是想反對 是想挫死他 不讓他借兵 喂 那你等於左手交右手 那你不是玩了 對吧 那你玩了 那他們又沒有 好了 所以群起就真的想 不如 先下手為強 就不要 就不要讓他有機會 就不要讓他有機會 就不要讓他 做個緊急法 但是 你要記住 紐卡蘇本身反對的原因 其實 在法律上 你現在 是不讓他借人 不讓他 向沙地那邊借人 但是他們可以 紐卡蘇說 全部都可以 是我不可以 那我也很不公平 對我 其實也對 而且這一條緊急法 亦都說明說 真的是緊急法 是給這個駐會槍 並不是給Long Turn 並不是給永久 所以 聽起來好像很QK 最終 最終 也是 搞不成 其實紐卡蘇一直想借 東拿利的位置 最主要就是 魯品尼維斯 說來說去 就是想借 希拉爾 今季去了希拉爾 其實今季 他還沒有去希拉爾 以前 紐卡蘇一直 盯著 魯品尼維斯 可能就是 FFP的條例 加上 有東拿利 不如試試東拿利 把魯品尼維斯 簽了去希拉爾 當時也有些光媒傳聞說 隨時紐卡蘇玩財技 只要希拉爾 接著 到8月 每槍關閉前 一個位置 還沒借回來 英超 就踢紐卡蘇 也不奇怪 你又吹他不像 的確 以現行的條例 你又真的吹他不像 他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 現在 你們這些傢伙 他隨時可以做事 當然 有些人說 幾個分分鐘借斯朗 賓斯瑪 那些 那就不要玩了 借他們 就未必可以了 即是 不合對球 即是不合對球 首先 艾迪赫維還在 你別當他死 才行 艾迪赫維為為何遇到 斯朗 賓斯瑪 賓斯瑪也不是仙男信女 不要開玩笑 反而 老賓尼斯絕對實用 還要有英超經驗 還要當打 還要當打 好了 剛才所說 喂 明明又說 大家說 眾志誠誠 鎚死他 為何最終是沒有 看回 這位是Sky Sports 應該是這幾隊 應該是這幾隊 因為 到現在都沒有說明票 即是誰是反對的 但他們理解到應該是這幾隊 是投了反對票 即是反對通過 紐家素一定是其中一隊 不用說了 難道自己贊成 自己贊成通過嗎 那幾隊 半利 斜路士 愛華頓 萬聖 諾定咸森林 錫飛鑾 以及狼隊 好了 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這幾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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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搞成這樣 為何會搞成這樣 第一 這幾隊自己也有 自己的 那些所謂的衛星球隊 或者是他們的老闆 都擁有其他球 如果我弄了一條條例 我要借人 那我就自己惡咕 對死自己 對不對 最簡單 逐一說 潘利 潘利暫時沒有 但是 他那個 隨時在談 就是 潘利沒有 接著還有什麼呢 車路士 史特拉斯堡 法甲的史特拉斯堡 接著就是愛華頓 愛華頓 未有 但是 不要忘記 愛華頓 現在是在談 7-7-7 partners 那個財團 而那個財團 是 包含著什麼球 就是手撿什麼球 最知名的兩隊 就是一隊叫做哈伯伯林 一隊叫做熱蘭亞 大家知道 哈伯伯林 巴甲 巴西甲 巴西甲 巴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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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西甲綁首 基羅納 比利時 歐籍有一隊 是 巴西亞 也有紐約市,意甲也有意甲,巴勒莫, 我們偉大祖國也有四川, 發甲, 還有日積,環濱水手, 萬成很多隊, 森林是奧林比亞高斯,希臘那隊經常性會換球員, 石菲聯自己也有阿聯酋球隊, 比利時、印度、法國球隊, 石菲聯的老闆,背後的老闆也是沙迪的, 接著有狼隊, 狼隊也有一隊瑞士的草蔓, 你看到這些, 他們本身也有利益衝突, 我對你不就是對自己, 還有第二件事, 聽到那邊有些消息, 他們也有關心, 這些緊急法, 這麼容易立了也不是好事, 開了先例, 之後如果有些什麼, 大家稍微有些不滿意, 又整個緊急法又來的話, 那不是辦法的, 可能他們有些球會, 反對不排除當中, 可能不是純粹因為自己的利益關係, 而是說這些沒理由季中做, 應該到季尾完季, 趁頭暑那段期間去談, 立例才是, 這樣對大家都不公平, 所以最終因為這樣, 票數不足三分二贊成票, 就通過不了了。 好了,現在紐卡數就可以了, 真的自己有了, 既然也通過了, 開了綠燈給你的話, 那魯品尼維斯, 你真的馬上叫他過來, 幫拖, 即是一月的時間要, 即是即食, 有經驗, 那你想怎樣呢? 紐卡數球迷也可以鬆開口氣, 今季他們的成績暫時比較有波動, 至少聯賽繼續保持前列, 以及在歐聯盡量尋求出線, 歐聯還有兩場, 分別就是作客PSG, 以及主場對於AC米蘭, 他那組的死亡之組不容易應付, 即是看看可不可以處處逢生, 四隊還有機會都沒有一隊出眼局, 能否記住? 所以現在你又藏不死他了, 只能怪你們自己各有各懷鬼胎, 各有關心, 那就沒辦法了。 好了,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多點個Like, 以及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s, 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在Youtube上按個鐘席收回通知, 正常你的新節目和Live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 Patrick樂远道的IG, 因為逢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出post, 亦會釘上IG story, 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